皮鞋 脏变 黑夹克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邓肯吗 退役后生活太滋润了 不像土豪一样挥霍 品质却是极致 近日 马斯队民宿邓肯前往主场观看了球队对阵太阳队的比赛 而邓肯一出场就惊艳了不少观众 一身黑夹克和皮鞋头上留着小脏变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邓肯吗 作为曾经NBA最低调的巨星 邓肯给人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平头衬衫小拖鞋 没想到退役后的邓肯居然变身为时尚大叔 这种形象的转变也间接体现了邓肯的退役生活 不像土豪一般挥霍 但品质却是顶级 首先 邓肯退役后最上心的无疑是自己的修车场了 众所得知 邓肯酷爱修车 还在球员时期就开了一家名叫Blackjack的修车场 退役之后更是忙于照看店铺 众所得知 邓肯在打篮球之前曾拿到过儿童游泳组的冠军 因此他的水性也是极好 所以 退役后的邓肯也是喜欢约上两三好友前去钓鱼 而玩了两年之后 邓肯估计也是玩腻了 随后又回归老本行篮球 回到马次搭档自己的师傅波窝维棋 成为马次就的助教 甚至在波窝维棋确诊时 还当过一场主角练 并且取得了胜利 因此邓肯也成为NBA历史上百分百胜率的主帅 不过 最终邓肯还是辞去了助教的职位 重新回归生活 但是偶尔也会来到马次球馆 知道球员变连蹭饭 这样的退役生活是你羡慕的吗